阿玛拉前地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阿玛拉土耀大家又知不知道在哪裡呢? 阿玛拉土耀有名關閘馬路 是連接關閘和拱迎馬路的古老道路 亦是澳門現時唯一叫做土耀的街道 土耀其實就是地峽 是兩邊淋水的峽長土地 阿玛拉土耀原本只是由西江沙泥 沖織而成的峽集沙堤 因為與蓮花山下固有蓮花徑之稱 明朝時代官府曾收足蓮花徑石機 成為連接澳門半島與大陸的妖道 在明朝曼黎二年即1574年 鄉山縣政府在蓮花徑氣座的關閘門 更加派順兵駐守 這座關閘門是一個中國式城樓的冠關 它的位置大概是今日關閘馬路的中段 直到清朝這個關閘門依然是發揮著它的功能 澳門一躍的地理位置一直被外界虎視眈眈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 英軍曾經炮軍關閘 結果被林德徐和關天培擊退 1848年 葡萄牙上向北擴張勢力 並且收足通往關閘的馬路 後來總督阿玛拉在1849年8月22日 在關閘附近被刺殺 引發了中埔之間的軍事衝突 最終關閘門被葡萄牙人佔領並拆位 他們更加將關閘不移 另外建造了一座海船門式的新關閘 將蓮花徑上通往關閘的馬路稱為阿玛拉徒邀 而華人很簡單直接地稱為關閘馬路 退入20世紀 澳門政府開展了北區的填海工程 阿玛拉徒邀兩邊的淺灘都被填成綠地 成為了農地、塞地和母屋區 地下亦因此消失,只保留了街名 在地形上,阿玛拉徒邀的地勢 依然比兩邊的騎士馬路和北波沙大馬路要高 1849年曾發生過關閘事件 與18年後的1952年再次發生關閘事件 1952年7月25日 駐澳黑人蒲冰企圖入侵中方境界線 當晚蒲軍向拱北一帶連開幾十炮 中國軍隊最終開炮還擊 事發後,中方向澳埔政府發出通牒 要求蒲方負存責 澳督委託當時的經濟局長羅寶全權處理 羅寶就請澳門中華總商會代表何彥、馬曼奇等出面調停 期間經歷宵禁,雙方亦幾度交火 中方最終於8月2日宣布封鎖關閘通道 事令澳門密加報章 澳埔政府無法控制,於是決定談判解決 8月23日,澳埔政府與廣東省簽署協議 結束多次邊界衝突 協議由何彥、馬曼奇作中介人 最終羅寶代表澳督向中方遞交道歉書 並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挑釁 蒲方從原境界機線後撤50米 並陪上內地一起損失 隨著社會發展繁榮穩定 關閘邊界衝突的硝煙 變成民居生活的煙火器 關閘馬路作為居民迴鄉的必經之路 在未有迴鄉症的年代 每逢清明節,外國社團都是關閘馬路設點 代寫迴鄉介紹書 協助居民迴鄉掃墓 事而西易,關閘依然是澳門最暢旺的口岸 關閘馬路已成澳門居水馬龍的繁忙街道之一 guild員 這個方法很重要 會不會再加分辨 您正在進入中立區 你又會待一段小的故事